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摄善业道经》第十六名 道素第二行 这支庄严谷 常善觉悟一切诸法 这一段是讲 三十七道瓶里面的七菩提文 七觉知 七觉知一共有七条 第一条是念 第二条是自罚 第三条是精进 第四是喜 第五是清安 第六是定 第七是识 从这些道瓶里面 我们能够体会到 佛说一个名相 比如说精进 说念 这个十多科目里头都有 名称相同 意思不一样 所以我们一定 平常读经 特别是讲经 一定要知道 这个名相 它是用在 哪一个项目里头 一点清楚 才不会把它的意思 搞错了 你比如说七觉知里面的念 这个四神族里头有念 无根无裂的都有念 这个地方又有念 这个名词 在四科里面都相同 但是它的讲法意义完全不一样 在佛经里面 这种情形很多 不能够不留意 七觉知的作用 它的效果 那么今上在此地 一句话给我们典型 善觉悟一切诸法 不仅是觉悟一切诸法 善觉 通常呢 我们把来 用来呀 对治我们的昏尘跟调局 采用这个方法 修行人 古今中外 这两种可以说是通病 各个人都有的 一种呢 是昏尘 精神提不起来 坐在那里 甚至站在那里 他都打瞌睡 我们常常遇到的 讲经 这个听众里面呢 有打瞌的 睡着打瞌的 打瞌戏当中呢 也常常有这个 在止尽的时候 人家就睡着了 甚至还在站在那里 精神的时候 他也会走 可是他在打瞌 这是说一个昏尘的现象 这是障碍 这是很严重的烦恼 另外一种呢 调局 调局是心里面的 妄念太多 平常不觉得 好像没有妄念 这要止静啊 一静下的时候 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 所以有人告诉我 我不打坐的时候 没有妄念 一打坐的时候 妄念就那么多 其实不打坐的时候 妄念也是那么多 没有发觉 没有发觉 到你想静下来的时候 你才发觉 你妄念那么多 那么要懂得了 对治的方法 那么通常 我们也不设 七觉知 七觉知 说得太麻烦了 那真是 对佛法有相当 其辱 那么会用 这个 经典里面 这些原理原则 在通常呢 我们使用的方法 如果是 妄念太多 一定要静下来 不要照顾妄念 越怕妄念多 那个妄念就越多 决定止不住 妄念起来用什么方法呢 不去理会它 把这个意志 像念佛 专注在佛号上 无论是善念也好 悟念也好 统统不理会 念头 转移 专注佛号 久而久之 忘念自然的少路 这是我们通常用的方法 这个方法也很有效 如果是昏沉呢 轻的昏沉 不是很严重的 精神 是绕佛 大家在止境 也没关系 你只要不妨害大众的时候 你可以起来绕佛 甚至于 这个念佛堂不太大 没有地方让你绕佛 你可以起来到佛堂外面绕佛 对峙的方法 如果比较严重一点呢 这个昏沉呢 最好拜佛 那这拜佛 要拜睡着了 那没法子 那就很难办了 所以 一定要提起精神 那当然这个精神 与自己的愿力 有很大的关系 一定要发大愿 愿度众生 愿了生死 愿成佛道 凡是有成就的 没有别的 愿力 在那里推动它 所以它才能永浓尽进进 既觉知 头一条 念觉知 那么这个小柱里面 柱点是一般的讲法 这通途讲法 在什么地方用这个讲法都行 都可以 而念觉知呢 是心诚实 这是心昏沉 提不起精神来 念用 自 敬 喜 以其之 这教给我们方法了 昏沉的时候用什么呢 用则法 像我们刚才讲 选择精神 选择拜佛 选择致敬 选择专注佛号 这就顺利则法 你要知道 选择什么样的方法 来对质 如果不知道用方法来对质 你的功夫就提不起来了 而方法呢 无量无边难 不是一个方法了 别人用的方法 我未必用的得力 我用的方法 别人也未必得力 方法一定要去鸡 不是去大众的鸡 是去我个人的鸡 那么这个根基 与习气有关系 也就是说 过去珍重啊 你所修学的这个法门 如果现在所修学的 跟你过去所学的是一致的 你就学得很舒服 很顺利 接着再干 如果现在学的法门 跟过去身中完全相违背的 就学得非常辛苦 非常艰难 而不熟 所以每一个人的根基 与过去身中 这个修行有密切的关系 佛与菩萨 阿罗汉们 他们教化众生 为什么容易呢 他能看得出你过去 所以东西非常奇迹 直到你过去身中 所修学的 我们凡夫 这些相由啊 就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这个能力 要小心观察 从经验当中啊 去揣摩 去观察 然后再做事业 你比如说 金教 我们的根性 在大乘法里面 这八个宗派当中 我们适合于修学 哪个方法 都与过去身中 有密切关系 如果气候根性 你这个方法 学起来很容易 一帆风顺 如果与过去身中 修的不相应呢 你学得很辛苦 不容易成就 容易退转 所以观机 非常重要 自己也要帮助自己 初学的时候 是可以多系列 一起发本 了解 了解之后啊 我自己 细心想想 来选择 那么我 以我自己 做一个例子 我最初 这个 接受的 是方东 梅先生 介绍我 花园 我读了 这个 清凉大事的 书超 非常欢喜 但是不感觉 为什么呢 这件太大了 我受不了 所以那个时候啊 我跟李炳南老居士 我一心一意 想学发华金 我搜集了 十几种 发华金的注解 我搜集了十几种 带到这个台中 跟他老人家 要求 我想学发华金 那么那个时候呢 正好啊 他开讲 那年纪 大伏地人 守了一年纪 他就给我说 他是你为什么 要选择这个金 我说过去 我跟他学的 这是没有出家之前 我在台中住了 一年三个月 十五个月 我跟他学了 十三部小部金 我头一部学的 二南文师父 金雄金 我们那个时候的进度 是一个月学一部 标准呢 是会讲 上台能讲 一个月学一部 四期高望啊 又有成就感嘛 一个月就会讲一部了 所以学习的这个 这个心 学习的这个气 非常旺盛 这个在一般 佛学院学不到的 所以我在那里 学了十三部经 以后出家 就教佛学院 一个学期教一部 佛学院三年毕业 我才教六部 我十三部 一半没用到 那个效果非常之高 这个学学风气 非常的浓厚 所以我说学了 小部经 自己有了把握 但是想学一部大部经 目的在这里 他说那很好啊 现在我讲楞严经 楞严的分量跟法华 差不多是相等的 他说你呀 就学楞严好了 跟着我学 免得我还要另外找时间来教你 我也晓得 他的时间非常宝贵 所以我就听从他的教诲 把法华经放下 跟他学楞严 那个楞严经手上呢 诸解只有一种 原音法师讲义 所以为了要学楞严经 赶紧呢 跟香港佛经流通处联系 流通处是支开法师在负责 我跟他们有见过面 所以我趁他走老法师 写信给他非常恭敬 求他帮助 给我收集楞严经的注解 大概不到半年 他给我找到二十多种注解 都是现状数非常名贵的 支开法师对我的帮助太大了 我出家的时候非常穷 没有钱书买不起 支开法师 只要找到书先寄给我 什么时候有钱 什么时候再付给他 所以那时候 有一些在家居士 护持 说法师 我们想供养一点 我说好 现在我买了几本书多少钱 你赶快给我寄去 你这供养我就好了 所以这个就在台中认真 用了三年的功夫 跟李老师学来 他老人家每一个星期 讲一次 他星期三讲 那我呢 星期四副讲 这讲小做法 我们在台中 这个 经学班停了之后 经学班只办了两年 培养了二十多个学生 大概有二十七八个学生 都能讲进 各个都能讲进 所以台湾的中博部 台中联系 建立了十七个部教所 这些学生呢 就轮流在各个地方讲进 这个对于台湾的佛教 影响很大 就这个班的两年 成就这么多人 那么班 这个停班之后呢 我们还 我还有 连我七个同学 我们七个同学的时候 我们不散 每一个星期 我们自己在一起 三个小时的研究讨论 有一个同学呢 来复奖 所以这三年呢 他们把很慈悲 把时间全部给我 我复奖了一件 所以李老师讲一遍 我也讲了一遍 我讲一遍呢 我六个同学听 这六个同学都是讲进的 都是那行的 对我帮助很大 我讲的有确点 有毛病 有词不达意的地方 统统提出来帮助我修正 所以 求学 无论是处是件法 要有诗 要有有 单单有老师 没有有 很难成就 老师是指路 同学是走路当中的帮助 好像我们旅行 接伴走 互相照顾 所以有非常重要 这四根有 这恩德都厚 那我们七个人在一起 圣年 圣年如一日 那都是在家人 都有家庭 都有职业 每一个星期聚会一次 星期四 每个星期四我们聚会 由我来复奖 这六个同学来帮助 我们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 再就向老师请教 自己能解决 就不必麻烦老师 这个进步 很大了 所以三年 这一步论言 讲完 我在学奖金 这个基础上 真正顶顶 以后再学其他的这些大部经 清而言 清而易 发华金 我没有学过 没有听过 可是李老师 讲过发华金 笔记在 你们看 《洪富小平》里面有 笔记在 我拿到他那个笔记 我能讲发华金 所以我曾经用了六十个小时 讲发华达义 那个由 罗云代 《华言经》 我到台中 去听 一卷 第一卷 我听听他怎么讲法 第一卷听完之后 我就在台北讲华言经 那后头我都会 所以诸位学教 你一定要懂得这个诀窍 古人讲的 一精通 一切精通 这个话一点都不错 所以你要想有成就 决定得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所谓是 我们不敢讲开悟 开窍了 这个诀窍 你找到了 你懂得了 所以任何经典 到手上来都没有困难 都不会有障碍 从其量的时候 在经文遇到困难的地方 参考古德的注节 那这一家注节 看得不太理解 再找另外一家 所以我收集的参考书 很多 那么现在这些参考书呢 都运到澳洲去了 那么我收集的这个大赃金 不同版本的大赃金 一共有十种 现在这个社种 跟四谷全书这些 统统都运到澳洲 那么要有能力 读古书 所以我现在才要求 住在澳洲的同学们 你们很多都认识 这个物资辈的他们都去了 他们那边在那里修学 比你们这边辛苦 为什么我要求 比你们这边的时候多 因为他们跟我十几年 如果没有成就 对不起 这长时间跟我 我要求他们 现在每一个星期 背两篇顾问 一年当中 要背一百篇顾问 要能背 能讲 能行 为什么呢 这是大赃金 四谷全书的钥匙 你没有这把钥匙 四谷全书 没有门 你进不去 书摆在里面 看不懂 古书连标点符号都没有 你连句子都断不下来 所以用一年的时间 读古文 这个古文 我从古文官职里面 选一百篇 请杨老师在教 那么他们在外国 外国英文非常重要 所以我请物林法师 跟一个刘居士 从美国来 他们两个负责教英文 那边的功课 一三五英文 二十六中文 五年当中 我规定的 去门功课 加上这一百篇古文 八样东西 一定要完成 所以拼命念书 这几天 为了纪念韩广长往生四周年 山下打佛旗 山上人打电话 他们都下去了 我打个电话问无道 是不是你们打佛旗 这个佛堂里人手不够 他说人手够啊 人手够 为什么让山上这些人下山 无道说不出话 赶紧让他回去念书 不可以借这个机会放假 哪有这种道理 读书要紧 佛旗是个形式 真正报复恩 成就自己的德行 成就自己的学问 拿这个来报答韩广长 我们要有实际的行为 实际的修为 这个才可以 所以对法门的选择 关系我们这一生的成败 那么这条首先 就在念诀之里面 给我们提起来 心昏尘 你就用作法 精进 洗 一切之 心服时呢 服就是吊举 心不安 妄念太多 那怎么样呢 你用清安 用定 用识 用这三个方法 血心 决令定会均等 一定要达到定会均等 这是正常的 定多会少 就昏尘 会多定少 就调局 就胡思乱想 这个地方讲的定会 意思很浅 所以要晓得 名词一样 说法不相同 这是我们凡夫通通都有的 跟这个佛经里面 那个戒定会的定会 完全不一样 它这个是 完全在平常用功的时候 血心 这个 这个 降服昏尘的一种方法 所以应当要懂得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所有 我们就讲到所有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